沖血消退 沖血消退 哈囉大家好我是蘭芳 歡迎收看Dr.Gracy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呢 之前常講太長滋味 太長太長會怎麼樣 那不用是不是會比較好呢 沒有 你如果太久不用 你的陰莖會變小 你們要記得成年之後 陰莖已經不會再變大變長 這我跟你們講過了吧 但是如果你不用的話 它是會變小縮短的唷 是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長期沒有使用你的陰莖 你沒有讓它血管擴張 沒有讓它充血 你沒有讓它有這樣子的活動 很容易導致 所以基本上就算你不做愛 就算你不自慰 也請不要忽略了 請維持讓你的陰莖有沖血的習慣 沖血消退 沖血消退 意思就是如果你還有勃起的話 你不見得要做 但是你必須要讓你的陰莖有這樣子的訓練 那但是呢通常勃起男生就會想說來做一下好吧 陰莖這個東西呢 並不是說你不用它的能力就越來越好 好像省著跟錢一樣就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好 沒有你不用它就會越來越小 所以對陰莖來說過由不及都不好 剛剛好最好 總之我覺得不用刻意也不要說完全不做 你想做時間可以地點適宜 那麼你就去滿足自己的慾望 這樣子沒有不對 過由不及都不好 太過太快 不及縮小 正常最好 喜歡我們影片的人記得訂閱按讚分享留言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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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